好 醫療資訊我們帶您關心 醫療科技發達 現在艾滋病的感染者生命 已經延長跟一般人沒有兩樣了 而現在台灣即將邁入的是 高齡的艾滋社會嗎 因為儘管現在艾滋感染率大減 但是因為社會的污名化 更是阻擋了艾滋病患者 他們就醫診療的原因喔 而另外呢 醫師也有幾項的建議 要提醒高齡的艾滋患者 如何來邁向健康又樂靈的生活 我比較不會那麼敏感的去在意 去注意說別人的眼神 或者是動作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對 那所以我的擔心是少一點 因為他是慢性病的廚房間 所以如果有人很刻意去研究的話 其實會知道你是感染者的身份 那對於感染者來講 確實是一個就醫的壓力這樣子 有一次去抽血 然後是一個年輕妹妹 她在幫我看著我的病歷 然後我就發現她看一看 她就叫旁邊的一個比較年紀大的 護理長來 然後她就跟護理長在指指指 然後本來她要來幫我抽血的 就換那個護理長來抽血 從年輕世代一直到邁向老年階段 侃侃而談面對艾滋 所帶來的生活感受 污名化無所不在 就連醫療單位也不例外 曾經疾病的恐懼 讓我在關係裡只能相近乳病 曾經我也叛逆迷惘過 不敢走出來 是艾滋病患者必須面對的直接挑戰 但健保卡助記這件事情 還是讓很多潛在感染者 寧願是躲起來也不願意面對 事實上如果我們插卡之後 她是可以看到你在哪裡就醫 什麼病名吃了什麼藥 所以對感染者她會有一些憂鬱 她的家人可能會看得到 她的醫療人員會怎麼樣看待她 那她沒有主動的揭露這些事情的時候 會不會引起就是周邊的人 甚至醫療人員的一些責怪 那這都是我們很多個案會擔心的地方 因為擔心而卻步的人成為了隱憂 隨著醫療科技發達 台灣艾滋病確診個案逐年下降 從2018年起已經連續有三年 每年下降百分之十二到二十 檢測不到病毒量 就不具有傳染力的 U等於U口號發揮功效 現在的抗病毒藥物都可以到達一天一科 那只要穩定服用 它在三到六個月之後 個案很快就會達到病毒測不到的境界 及早診斷及早治療 不只是口號 而是解決問題的善意提醒 因為艾滋儘管獲得了控制 但是人都會老 長期處於慢性發炎的狀態 包括老化慢性疾病 共病等同樣會爬上身 在從過去這十幾年來的研究 其實就會發現 如果病毒沒有控制好 那這個老化的速度 其實會加速的非常的快 可能不止五到十年 甚至會更早 台灣將要邁入艾滋高齡社會 醫師表示 和一般人一樣 健康樂齡健康變老 才是良好的生活方式 若你是艾滋病的患者 一定要穩定服藥 重視身心的狀況 最後就是培養規律的運動習慣 健康面對老年生活 人間會是張宜辰 鄭仁宗 台北採訪報導 請問我們 請問我們 請問我們